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上次谈到了桂枝汤的组织症候分析 和桂枝汤的功用以及方解 也谈到了桂枝汤症 这种产生的病汗 和服桂枝汤以后 通过这个药汗去一些调整 这个肌理和病汗药汗的临床区别 下面呢,我们在讨论桂枝汤 我们谈到它典型意义的时候 曾经谈到过 它是一种调和阴味 调和阴阳的这种基本结构的代表方计 所以呢,徐斌他曾经讲过 外症得知它能解极何阴味 内症得知呢,能够化其调阴阳 那这个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理解了这一方面呢 才能理解它群方之惯 它调整双向调节这些道理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个方面呢 从张中景对桂枝汤 治疗这种致撼的 这个不同应用来体会 我们说桂枝汤是一种伤寒中风 就是太阳中风 太阳中风是一伤风邪为主 风寒当中一伤风邪为主的 外感病兼有淫味不合的 这种致撼 这种致撼 用桂枝汤来治 那这个张中景啊 又用他治疗 发热治汗 在内嗑咋病中间出现的时候 他说病人障无他病 时发热治汗 措耳不愈者 吃饮味不合也 他说胃气不合了 先其实发汗在愈 一跪之汤 这段话 中景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 病人障无他病 没有其他方面病 就是出汗和发热 时发热治汗 他是定时每天在一定时间 一阵热又出汗 时发热治汗 出而不愈者 不愈者说明呢 可以有好几天 形成一种规律性 那他这个原因是 为其不合 为其不合 盈气相合 不能顾乎盈因 这样出 他说先其实发热治愈 先其实就是说 本来这个时候 每天在这个时间 要一阵热出汗 那提前一个时辰 我们现在说 其实两小时左右 提前时辰 用柜子汤 先其实发汗 诊愈 一柜子汤 可以用柜子汤 这个呢 过去我们在临床 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了 我们教育是一个年轻老师 现在本人也在北京了 他这个一个舅舅得了 胃肠炎 当一般西医治疗家 年龄60左右了 要补业了 而补业以后 胃肠炎改善 逐渐再好 住了几天医院了 结果呢 他这个产生了一个 十发热治疗错过预测 每天下午四点钟前后 一阵就出汗 发烧病不高 照热出汗 第二天又来 由于出汗量还比较多 那又要给他补业 要给他补业呢 他第二天下午还在 还出 连续到第三天了 假装前面自卫长院 快一周了 所以这个 我们那个年轻老师了 去看了以后 就跟医生说 医生说那你 你中医学院的 那请你们老师看看好了 因为省医院 跟我们需要比较近 相关也比较好了 经常会诊 所以去一看以后呢 我跟他说 这个人倒是 有点照 书上得病了 对吧 定时 十发热自然 错而不遇 这一种贵子汤 用贵子汤 前后总共两剂 不出了 也就出院了 所以这个用法 它没有表证啊 不是治疗表证啊 是调和内在的 西学营养 也包括提表的营卫了 恢复营养的协调平衡啊 养可以顾乎营啊 但张中景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 例如次出头 作为营养 什么 信 zł 明月 明月 营养 麻 信 叙 不是发热自焊处 这个发热都不发热 就是自焊 既无表 也无其他内政 就是自焊 那这个自焊是 因为不合 我再发热 复发起焊 因为合正欲 还是用贵字汤 说明他用贵字汤 不一定解表 不一定有表证 从仲敬用的这个方面来看 从这点归纳 前面商汉著家 从这点归纳说 他外政得知解极和淫胃 内政得知化其调阴阳 从第二个方面来讲 贵字汤 贵字十二这种 基本结构体现的 外调和淫胃 对内调和阴阳 体现在 重景方子里头 五脏的 各经的阴阳病调方面 你比如说 我们后面涉及到 小建中汤 脾胃阴阳不合 还是一个贵字汤 贵字所谓基本结构 你有比如说 制干草汤 新的阴阳两须 气血两须 它思路上 还是贵字汤结构 由于心胸问题 所以呢 少要酸收不太适宜 它用的两主要 仍然是阴阳双相调节 仍然阴阳双相调节 这个方 仍然是有 贵字汤 基本架构在那里 尽管像 阿椒 麦冬 帝皇 这个来 代替少要那条路了 因为它 作为这个 麦决的性动剂 性胸少要酸收不移 胸满的不是去少要吗 中经家间那边 但是总体阴阳双相调节 还是这个架构 包括当贵字里汤 寒伤绝阴可以用 包括贵字加龙公母粒汤 涉及到腥了 所以它用贵字汤 作为阴阳双相调节方法 五张阴阳都能调 所以说它这个方 外症得知解极和阴味 内症得知化气调阴阳 是指的贵字汤 产生的平衡阴阳两方面 这种思想 调和阴阳调和阴味 这种思想广泛用于 内科杂病中 它不仅仅是个截表 因此有些人把贵字汤 放在合法 放在合法里头 合法含义的广 调和阴味 不仅仅是在截表 这是我们谈到 外症得知解极和阴味 内症得知化气调阴阳 也是在学习当中 应该理解的一个 对这个方全面理解的一个重点 但初学时候呢 容易也是一个疑点 那下面内方比较呢 麻黄汤和桂枝汤的比较 那主要体现在 它病基特点 临床症候特点 公用特点 用药特点 几个方面 从这个病基特点 外感风寒表虚 和外感风寒表实 这个不同 外感风寒表实 真的麻黄汤 正是外邪 侵犯人体 这是个 这是方中的一个 车中的一个重点 贵字汤 正是一个 既有考虑到邪犯体表 又有邪犯体表 引起的 体表正起的 失去平衡 淫畏不合 邪犯为两方面的反应 这两个不同 所以正和方面 一个是 物寒发热 无汗 一个是物风发热 有汗 正和表现上区别的 当然其他的还有了 像麦福警和麦福缓的区别 第二方面在 公用方面 制法方面 要体现出来的呢 麻黄汤症 体现是 去鞋 整个是去鞋为主 桂齿汤症 体现是去鞋调症 并重 去鞋调症 相结合 这是两种思路 所以用药方面来说 这个麻黄汤症啊 麻黄汤里边 麻桂相须 正对主阵 正对主阵 发热能力很强 桂枝汤中呢 桂枝 相合 桂枝 相配呢 体现出 既三邪 又调正 既发山风邪 又调和隐位 所以 邪正兼顾 阴阳 双向 调节 这种基本结构 两个基本结构不同 用药特点不同 同时 由于阴阳兼顾 桂枝汤 反映出 心肝 化阳 酸肝 化阴的 这种基础的结构 这是在这两个方 比较方面 应该掌握的这个体纲了 掌握的这个主要思路 在随正加减方面呢 它这个风寒 还是风寒范围 但是作为寒来说 并不以中风 风邪为主 所以如果寒重如何 它既然又表虚 如果体质虚很明显 怎么样 它在这个 监政主要反映在 之汉 如果坚有可受怎么样 所以在基本的 贵之汤政基础上呢 加减 这几个方面 是经常考虑的 经常考虑的 风寒较重呢 可以用防风经济 斗尺这一类啊 在新闻当中 比较心而微温 或者呢 新闻当中不太照的 来结合使用 这种配的方法 唐到送这一段啊 很多开始用 境界防风 强火防风 这类呢 跟贵之去相配了 体现出一点就是说 中警方到了这个唐送 特别送以后啊 唐开始的 这个新的时代以后呢 配复好多基本结构在变化 这个 后面有一些呢 我们会 讲到九维枪 我当这些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风寒较重啊 还是用 为什么不加麻黄呢 贵之汤镇本身有汗啊 有汗不得用麻黄啊 所以境界防风 豆子之类 应该说是 在新闻发表药中间呢 境界单斗是都心而微温的 它有一定发三粒 但是不温照 防风又是风中之润机啊 所以都是有选择的 体质塑虚 这里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前面讲到表虚之汉 单纯的贵之汤镇的表虚之汉 和后面 一期固表药 一屏风散这里表虚之汉 这个不同的 一屏风散症组织里边 有明显的 应该有明显的气虚建成 有一定的气虚建成 气虚是基本表现 平时啊 譬如神匹发力啊 面色伪白火伪黄啊 可以呼吸气短啊 有脾肺气虚的基本性表现 同时突出表现在致汗上 但贵之汉 它是用的出汗 或者见表证以为不合 这个贵之汉 它们正本证的出汗 或者呢 病人占无他病 时发了致汗处 或者病肠致汗处者 都没有反映 有基础气虚建成 这是临床 在区别使用时候的标准 如果有明显的气虚建成 那这预瓶风散 这一类的为主 来加减配物 预瓶风散 也是基础方 没有那一类的情况 那这类质汗用 贵之汤 调和饮味 这都是出于致汗 银床使用的一个不同 所以这里指的体质 如果素来有些虚 它主要是气虚 那就结合了一定的 表虚不顾 表虚不顾 那我们用这种 当然这个一般气虚 不是很重很重的 不是选用这个方法 那这种贵汁汤 可以加黄旗 当然现在贵汁汤 加黄旗以后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固表 治疗一些其他病症 比如讲很多过敏性的皮肤病 有过敏特点的 这个经常贵子上加黄旗 作为基本的方 也有 它既能够有散风作用 它也能够固捨 固表作用 今天有客船 那就用宣降废气 化弹子壳了 去耿的开宣 梳子的酱 杏仁 也能立废 止磕 这类是常见的 比较平和的 一些加减使用的药物 供参考了 这个方便证要点是 物风发热汗处 卖腹缓 仍然把握的是 主症加佐证 在使用当中 一般表示 无汗是不用的 而且 桂枝汤正的后面 上海论上 提到的 生人粘液 肉面五心臭恶 这类 总不外乎一种 带刺激性的 生人 上脾胃 或者呢 粘质 会恶 会拙 粘质的 会拙的 这类呢 不利于你去学 同时呢 在 上海论里呢 桂枝汤的 佛法里边 当然这个呢 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 外感病啊 特别外感风寒 一个通则 使用的通则 通则就是说 普遍应该这样运用 那这我们在 讲到汉法的使用注意力也讲过 密切观察 适度而止 这一点呢 现在也是要注意的 不是说你病人抓了几回全吃完 严格的讲 一服一服 吃了 要密切观察 适度而止 在妇方里边呢 主要的 主政不变 基础上 妇方 这个系列方 这里边 桂枝加格根汤和桂枝加厚普性子汤 作为主要的 也体会体验 体会重景用药 加味的一个特点 桂枝加格根汤的治疗 封寒科与太阳经书向背 向背 同时主政是因为不合的 因为不合就桂枝汤正在 兼有呢 封寒科与太阳经书以后呢 造成啊 这个 包括 阳气 阴经 本能够不善 阳气者 经之神城 罩着萧王 经之养神 柔之养精 那阳气 被这个 风寒 风血 损伤 那就 这位 卫阳呢 他不能够 按照中印的人 柔之养精 本能够养精 太阳经书就不利 精也不能不善 这样造成太阳经书不利呢 中斤说 向背降书书 上节课我们提到的 向背降而不书了 桂枝汤正人在 这个时候呢 加 各根 各根两个亿 它一个可以生发清养 有生发清养之作用 一个可以输精 输 它是一个能够生精的药物 随着生发 生精也可以输精 输缓精脉 输缓精脉 所以生发清养 生发清养 输缓精脉 它能够呢 改善 有助于改善 这项背降书书了 所以 中斤不管在 各根汤里啊 表示证了 和这个桂枝加各根汤呢 表虚证加 太阳经书不利的 都用各根 都用各根 桂枝加厚普性子汤呢 我们 前面提到过 历来看法两种情况 一种桂枝汤症 这个又有船家做 外星科船边在发塑 那就 得了桂枝汤症 要加厚普性子呢 两相兼顾 两相兼顾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呢 就是 本身是桂枝汤症 但这个人 素级啊 过去历来有 这种可传病的 所以叫传家 历来有这类病的 他得了桂枝汤症 又开桂枝汤 加点厚普性子 照顾桃大的 以往有原发病的一些因素 是这样的使用 这两个意思了 下面呢 我们讨论第三个方 这个九味枪火汤 九味枪火汤呢 我有时候把它看出一张 有代表性的 画时代的方 这很重要的 这个方学习的典型性意义呢 首先第一个 以枪防剂治疗 外感风安 是学的代表方 这个时代开始啊 张元素为代表 这个时代了 但这个时代 包括宋到 宋京 这个是南北对此的 到元 大概这个时代 逐渐形成固定下来 形成了治疗 外感风寒里边的 枪防剂为主流的一个 制法 于是历史上就 金方派的 麻贵剂为主代表 治疗 以及十方派 枪防剂为主的一种 治疗形成了两个大流牌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义 以枪防剂 治疗外感风 和失血 这个方是个代表方 这个第二个呢 这个方体现了 分境论日理论 从方的角度 体现分境论日理论 它是个代表方 最典型的代表方 而分境论日的理论 就是张元素提出来的 它最早用的 分境论日 引进报时 张元素提出来的 而这个方又是 它制定的 到现在来说呢 我们找到这个方的处处啊 是从王浩古的 此事难知里边找到的 所以到现在这个方 究竟最早印在哪个书里 这件事啊 还是个此事难知 所以王浩古呢 是张元素的学生 也就是在传学生 那王浩古里面 筑清楚 这是张元素方 张元素的方计 里面记录了一些 张元素的观点 谈的用法这些 过去都是叫 称张元素叫义老了 义水学派的走势也 所以从初处来讲 目前也就是 确定把他 作为张元素方的 鉴于他 学生的学生 王浩古的书里 此事难知里面 那从这个方的一个 这个 主政并级分析来说呢 和典型的外感 风寒 表示证呢 有两个 不同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 麻黄汤 它有个典型意义吗 商寒证局 最标准的风寒表示证 那你学到 其他风寒表示证 就可以用麻黄汤证 作为参照 比较 这样来掌握 它的典型 利用这种典型意义了 那既然这儿受到 外感风寒诗邪 而这里的风寒 仍然是表示 九味枪国汤的风寒 性质上仍然是表示证 所以物寒发热 无汗 这个是 都有的 因为风寒 引起了呢 这个 韩兴受于凝制 隐隐欲制不通 可以投降降痛 但所不同的 现在这个风寒 是加湿的 那就和纯感风寒 的麻黄汤证不同了 它是加湿的 所以它这种疼痛 带有酸楚疼痛的特点 酸楚疼痛 当然也包括临床上 沉重了 沉重也是证的特点了 可以 头身沉重啊 或者四肢酸楚疼痛啊 这都是加湿的特点 所以从这个病肌的 助症方面 病肌主要方面 它是一种风寒加湿 和麻黄汤证的 纯属风寒 是不同的 第一个区别 祖征分析当中 内有运热 内有运热的 有点像 麻黄汤证配套的 大青龙汤证 大青龙汤证 也离有运热了 那外来风寒诗血 也可以入里化热 风寒诗血 代表呢 仍然存在 离热呢 开始产生 那日寒暴火 表里同病 表里同病 这也符合 风寒证为主的 这类 证后发展的一些方向 所以你看 那边麻黄汤道 大青龙这里呢 这个 外感风寒诗 也有化热内热 当然这个方 运用当中 有内热没内热 也都可以用 调整药味 药量就可以 但这个元素 元方组织呢 是外来风寒诗血 内有预热的 内有这个热 反映在口苦微渴 我们说过 口苦 口渴这个都是 内热早期发生的 一些标志 早期发生一些标志 正常的人 你体内有些化热因素的 就会口苦口渴 你晚上开两个夜车 都经常觉得 口干死灶 开始口苦 夏天也是常见 心烦口渴口苦 这是常见的 所以内热开始出现 但要说明 这个还是一种 主要症候 还是外感风暗 失险为主 这是一种坚证 还是属于坚证 它不是属于这种 用合法的 韩日宾用表里同志 不是这个 仍然有 绝对为主要矛盾的 一个方面 那从实相卖相来说 那也可以从 麻煌汤症的 典型症候 来比较了 从卖服务来说 一样了 从寒邪来说 当然没有 以风寒为主的 那个重 在临床 有时候可以有 紧脉 但是很多时候 不一定有 紧脉 胎白和微黄 是动态地反映了 动态地反映了 内热的程度 因为作为 纯表症一般 不影响 整体气化的人 食指食太不便 都是太日薄白的 是淡红的 前面讲到贵子痛 讲到麻煌汤 都是这个 那如果说 内热开始产生 随着这个胎 就要发黄 胎黄越重 那内热越重 所以它就 太白 或者微黄 是动态地反映一种 以这个 入理的一种程度 入理没入理 入理就要钱 这种程度 从它的组织症后 这个病激分析来看 它有一种动态思想 就是说 整体是个外感 风和湿 和麻煌汤 而且离热开始产生 离热开始产生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 制法要表力兼顾 主要的要 发散风寒失血 这里用发汗去世 来归纳它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用这种 表示功效和制法的名词 有一定规律性 谈到发汗 针对风寒采用发汗 针对风寒 发散风寒 或者发汗截表 那就针对风寒 如果说 发汗量小一点的 会有的层次 虽然深一点 用它透 有点像外透 往往叫解机 叫解机 各根 包括石膏的透热 都是解机 贵制也解机发表了 那发汗 在这里呢 是发散风寒的意思 通过出汗发散风寒 去世的意思呢 这个风寒是加诗的 那合起来 就是个发散风寒失血 当然有些惯了很多 我们的文字 像这个功效 都四个字四个字了 好像有点形容上学 你写个发散风寒失血 坚轻礼热 似乎是没有四个 那么四平八文 也这种文字特点 中文里有一些这个 实际上你换个发散风寒失血 坚轻礼热 一回事 这发汗去失的意思 是告诉你风寒加诗 风寒是风寒失了 这个从方语分析来讲 这方军药的九尾枪火堂 以枪火为君 枪火从汉经过堂 到了宋经这个时代 枪火用的越来越多了 枪火在张忠经时代呢 东汉 神龙奔草经也是东汉 那神龙奔草经一看啊 枪火 独火不分的 它主要名字叫独火 一名枪火 又叫枪火 说明枪火独火 那时候都不分 用没用呢 汉代用枪火的就找不到 张忠经一次都没用 上海论静规一二六 一次都没有用 我们经常是枪防枪防 这个防风 张忠经只用过五趟 你比比贵 只用了七十多次 三百二十三个方力 用七十多次比例大不大 他用这个麻黄的十多个方 用这个防风五个方 全部在金贵要略 上海论没有 上海论六经变成 寒血侵犯人体的 浅层轻重 不通尘尸 油热转寒油 使转虚 这种过程的定位 而金贵要略是以丈夫 变证为基础了 金贵要略内伤着病 有的说古典内科学 对吧 这里边不管属玉丸 只有贵子 少要芝母汤防风 它有这个散风拥法 多数还不是吃内症 吃内症 竹叶汤 碧架煎丸 属玉丸 这些里面有防风 这些哪些用来是感冒了 哪些用来是发散风寒时了 所以从这个枪火的用法来讲 糖开始用了 送多了 后来走向枪黄纪的时代 那枪火很多了 很多方了 所以用它发散风寒时血 止痛 作为军药 作为军药 那现在你说不稀奇了 对吧 所以我们觉得呢 要用客观的历史观点看 枪火临床上常用很好一个药 那不是说张忠景用药 把什么中药全都用过了 都都认识到了 那个时代能达到那个水平 特别很多基础结构 后世很多都不急 同样一份为二观点 我们看后世发展 也不能不承认 枪火记得出现了 所以枪火 它的发散 跟麻贵不同 它不但针对风寒 还针对湿血 能够散风还能够除湿 能够擅长止痛 擅长止痛 那现在临床上 这个外感疼痛这些 我们可以说 用枪火之类呢 要多于 鬼子一类 麻方不能用来止痛的了 这是一个 这个方理用的 用药的一个 跟麻贵技术不同的一个特长 针对 还可以兼顾湿血 止痛就要突出 这个 尘药里边呢 用防风仓促 防风呢 是风中之润剂 这类认识 都是到唐宋 这个阶段 逐渐认识 风中之润剂 它归经啊 可以归肺经 用表证了 干经脾经 所以用它散干酥脾 这种方法 过去用的还早 作为风药之外风来说 到宋 宋经 这个时候用很多了 认为它呢 从硅经 刚才说的肺经 可以呢 干经脾经 那有的说得很宽 这个风药走十二经 又把它叫风药之足徒 足徒 小足次的足 徒弟的徒 小足次徒弟啊 都是地位比较低的 对吧 比喻这种足徒意思 这是什么 又能干 又听话 聊小语听得好 又听话 负重用小 风要多照啊 防风的风中之润及 又不照 所以内症外症 它都可以用 对干可以散干 脾呢 它既能去表识 也能去内识 又能 酥脾 实际上是什么 针对这种 石坑脾土 这种提法呢 舒展 它能照识 内外症是 坚固了 在这里当然 车重点在 驱风除湿 三万万万 也能够止痛 驱风除湿 散寒止痛 和仓柱相配呢 仓柱也是这个 标力坚固的 和白柱区别 它也能发散 也有发汗出用 发汗除湿 同时它又善于去 太阴寒式 是指的 运皮造势 运皮造势力量较强 枪火之 昌州比较造了 这样两个要 结合起来 邪度军药 加强军药 枪火的 发散 风寒失血 作用 增强止痛作用 针对 阻病 组阵 那 左药呢 用了细腥 白子穿胸 这三味药呢 从除湿作用 不是很强 发散风寒 特别在止痛上 非常突出 特别在止痛上 非常突出 所以 驱风善寒 宣避止痛 宣避止痛 就是说 以风寒之血 组织了 风安失血 组织了 不通之痛 引起的 气血 避止疼痛 这个避 不是仅仅 指避症 避止疼痛 因为它可以发散 这三味结合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呢 等于说 除了善寒之外 它也有 像刑期活血制度 专用本人可以 活血刑期了 也体现一种 自风先知血 自风 调血 相结合 这些理论 都是到经元 逐渐形成 以后再 运用的多的了 第二组 圣地和黄晴 圣地擅长于 清泻礼热 还有生经 润灶 这里要看到一个润灶问题 防止前面的 枪火 仓珠 洗心白子 穿胸 这些 都水温灶之品 虽然防风也是 心温 少灶一点 毕竟 毕竟风药 容易性灶了 其性多灶 生地 既能够清理热 又能够 睡到 防止的温灶 理热 伤心 口渴 不是口微渴 它也能生经止渴 针对呢 主要这个监政 当然在这里 由于比例上一般 把生地黄晴 当作作药 比例风还是为主的 而且在没有这个 内热情况下 生地黄晴 也能用 这个时候 他们的作用呢 是用来制约那些 新温灶类药 防止过于温灶 这个黄晴呢 我们说这个黄晴清热 三黄中间 它擅长于清 上胶之热 或者肝胆之热 所以上胶 这个病畏概念 也包括这种 在表里之间呢 这路里的初期 最浅 理智表 所以小财户上 最把它看出 清半理智热 内热发生的初期 首先很多配偶 先用过黄晴 交浅的热鞋带 已经涉及到理热 马上就用黄晴 所以它能 清肝胆 或者内热的初期 治疗口苦 这样生地黄晴相配 总的作用两方面 有内热 可以倾斜内热 没有内热呢 防止新温灶类的药 灶类伤心 两个作用 两个作用 就看这个方里边 内热的程度 内热明显 量稍微大一些 内热没有 能不能用 小量 仅仅是 左致药的作用 而不兼 左注药的含义 这是灵魂用的 所以班主张 这个方里 新温的药物较多 用一些生地黄晴 有没有热 都有好处 左致药 这为死药呢 是肝草 肝草 那个肝草在其中 能够调和 缓和 要性 避免过于 新温灶烈的 也容易上经 而且这两 保护胃气了 而且寒热量主要呢 它可以调和寒热 所以说它调和猪药了 方逸分析呢 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从方逸分析 归纳出它的一个特点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下集会再讨论 加砂 小费 结论 全部 一 芥荿